深耕花莲多年推广有机香草不遗余力的洋越美帝度假酒店 连续三年在圣诞佳节期间举办欧风小农市集 30号邀请了艺人罗志祥推广一起吃有机爱地球 也欢迎乡亲一同共享盛举 花莲洋越美帝小农圣诞市集吃有机爱地球 30号将邀请艺人罗志祥来介绍小农所推出的有机农特产品 12月30号是我们第三年举办有机小农市集的闭幕活动 那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县府的长官 以及艺人小猪罗志祥来共襄盛举参与这次的活动 那在活动期间呢小猪罗志祥还会展现他的厨艺 然后来分享给所有参加的来宾 那我们这次邀请了总共20个精选的有机小农 他们也会带来他们非常优质的产品 那希望明天呢一起来参加这次活动的所有的朋友 都能够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我们花莲在地的有机小农 推广有机香草不余力的央月美帝住家酒店 连续三年在圣诞佳节期间举办欧逢有机小农市集 有机小农们也介绍自己的农特产品 球状的仙人长这种可爱的盆器 它也是美学的一种 然后让一般消费者的话能够接受 这种非常可爱的一种 也类似一样植物的一种雕塑的一种商品 就是跟我们的军达农场 有配合了一个香草咖啡的部分 就是利用军达农场的香草 加我们在地花莲咖啡的元素去做一个结合 谢谢董事长给我们这一次机会 让我们饭店加农民可以做这样子的结合非常有意义 这时候结合我们的彩销班 完成了花莲第一个就是彩销履历的集团验证 做出了彩销履历的苦茶油 那今年呢我们更升级的 做出我们自己庄园的那个特辑的有机苦茶油 对 因为像香蕉的话在花莲算是产需也蛮大的 那我会做香蕉杆试想 因为我儿子他有一次他喜欢骑单车 那他骑单车的时候他都会带一条香蕉 那那时候给我的灵感是说他把香蕉放在这个腰包里面 可是他拿出来吃的时候就变烂烂的 那那时候我之前有做过加工的时候就想说那我可不来做香蕉杆 因为花莲有大理石那因为花莲有大理石 然后我想把想说为什么不把我们花莲的产业 就是以大理石有没有跟我们的米就融入在 我设计在一个米的地方 那我可以介绍我们花冬产业跟我们的米这样子 然后这个纹路是原住民的元素 因为像地底环境有山有水以大自然为五这样子 烘完的时候他其实低温他才不会产生那个油耗味 跟那个过度的那个就是焦化 那这些就是对于健康上面其实很大的一个 一个不是太好的物质会因为高温而产生 所以我们就会用低温的方式去处理我们家的化身 让他的营养的价值可以保留的更好 可能就是会以比较自然的方式去做它 我们家的产品还有火龙果干 它是采低温真空干照烘米的 口感是脆的 这片要烘三个小时 然后还有火龙果花果茶 它的特点是 我用香草提的甜味不加糖 里面有凤梨片 然后洛神花甜菊叶 还有我的火龙果干 对 金纳集团创办人尹伦所表示 这次活动特别邀请一人小猪罗志祥 担任养有机大使 参与30号的小农市集闭幕活动 一人小猪罗志祥来自有机农业大县花莲 对小农的辛苦以及用心深有所感 活动当天与妈妈们共同参与各项活动 以有机小农互动合影 进一步带动社会大众一起吃有机爱地球 记得请一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